永遠要裝一個 不熱烈歡迎的感覺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 聽說是剛回國,錄音的時候剛回國 播出的時候一定不算了啦 讓我們歡迎何欣翠 然後今天還有 這個是 上次見到你好像也在節目裡頭 沒有,其實這是我第一次來 上小豬哥的節目 屁! 屁! 真的 我跟你保證這是真的 從來沒有來過 就是 我上一次上演節目是 東森17 哇賽 15年前,讓我們歡迎陳健恩 謝謝 然後還有一個勞苦功高的人 他雖然坐在旁邊,但照例 上本節目所有在錄音室裡頭的人 都一定會被Cue到,讓我們歡迎凱特 大家好 但今天有兩件事情要講 所以我們要先從哪一件事情開始講 我們這一個順序讓老茶來決定好了 好啊,那我們照年紀來好了 好會 所以照年紀來就是年紀比較長的做的事情 所以要先講對不對 介紹年紀小的事情 對,他做的是年紀最小的事情 好來 所以我要講什麼 所以這個案子是從誰先發想 對 是你的idea嗎 是啊 但我們都沒有告訴大家是什麼idea 假裝講的一副好像拿理所當然應該要知道一樣 真的喔 好,就是我 就是我們最近這個瘋狂人力唱片 我們是發新了一張Pillow Song 對,叫枕頭之歌 枕頭之歌 那他其實是 我是覺得大小朋友都很適合 就是睡覺的時候聽 但當初發想是給小朋友的 可是當初發想給小朋友的這個東西的前提 應該是突然發現身邊的所有 有這麼多音樂人都當了爸媽 其實一剛開始是因為自己的小孩都不睡 然後覺得好累喔 然後有些 所以當時這一張專輯的概念是想把小孩弄昏 有這麼一點 沒有,其實因為我在台灣我比較少聽到 我覺得好像小朋友聽了 我說的不只是搖籃曲 而是所有的兒童音樂 就有點太卡通了 所以好的兒童音樂應該要能夠幫助躁動的小孩入眠 就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這張合集是 可是我當初的發想是希望老茶可以幫我就是 發行一系列 一系列 所以就是未來這個再過十年之後就會有白金套裝 然後在電視上那盒子轉來轉去的那種 我希望啦 而且我們會請你來主持那個 一定要找我拜託 說不定在那個時候已經沒什麼事可以做了 對啊 所以當時你就想說要做一張 就是做兒童音樂的系列 但是每一張都是不同主題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有一個系列要發生 我希望啦 所以上面有寫Volum One這樣 對啊 上面有標示一個Dear Kids 就是這個系列的開始 你知道那個字就是 我們在我們剛剛開始錄音之前就是屬於看不到的範圍啊 所以我說照年紀來嘛 好 所以既然是一個系列那開頭的第一張定的是什麼 其實當初想的 其實當初想的我是希望第一集是探索 就是從肚子出來之後然後接觸這個新世界探索 那我去跟很多剛當了父母的音樂人姚哥 那我給他們兩個主題 因為就給人家一個探索 不大人道 因為探索他想說要探索什麼 對我當然都有給大家一些 一些一些 叫什麼 Clues 或是 你給他們的Clues是什麼 就是 除了探索還有什麼關鍵字 沒有探索就是例如你可以寫 第一次接觸到什麼 第一次走路或什麼什麼 就是類似這種 或是從 媽媽都從黑暗然後接觸到光 或是什麼 就是 比較大自然的東西 那我後來給他們就是兩個挑嘛 是 沒想到大概十個人 十個人都交這個搖籃曲 喔 因為大家也有 因為覺得搖籃曲真的比較 也不是說比較容易寫 比較容易會去做 是 就是你每天晚上就是要哄小孩睡 沒有因為搖籃曲比較理所當然 有一個歌的想像 如果第一次 比方說他第一次 被小孩的便便臭到這件事情 要寫成歌可能有點麻煩 我懂你的意思 就突然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下歌對不對 那後來我覺得好像也不錯 因為大家都有這種小baby 很難入睡的困擾 是 小baby本來就不會乖乖入睡對不對 看 但你現在應該過了那個時期了吧 Excuse me 我不覺得我小孩很不愛睡所以 所以當時發出去的這些邀約 回來就是這些了 對 沒有人落跑說 我小孩都快要累死還要弄歌 沒有 真的 所以這些新手爸媽真的都非常的適應良好 真的 不是他們其實就覺得說 喔原來我還是可以繼續寫歌 有的人會這麼覺得 你說像小龜嗎 沒有啦 小龜還寫說什麼 我們也是還有在做音樂的 對 類似就是說他們會覺得說 當了父母之後好像 好像就是比較不會專注去做音樂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有人來找你了 那你就覺得 而且這 我也同音樂呢 他可能就會開始積極去做這件事 而且大家對兒童音樂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就是兒童音樂有一個固定的 比方說聲音的頻率 然後比方說歌的類型 或者是 配器 配器有 聲音頻率可能 要看主題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們主題是緣足 怕氣你就不會唱 殺死一個人就會有一些奇怪的感覺 好可怕 你怎麼會有這種 哈哈哈哈 好 一看到記者郭舒遼面無表情直接擴散 進後台 工作人員極力阻擋 交傳是妙傳性潔 郭舒遼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到時主持人介紹他時 這手勢值得聞味 對 雙手合十 上半身微微往前傾 神賽好眼熟 是啊 所以當時你給她 你給她的 clue也是要來去 好要 說起地心記者會擔任講師 郭舒遼分享自己人生觀 似乎也呼應實事 那她寫出來的東西 我也覺得比較適合 就是要來去 對 那我對於兒童音樂想像 其實因為我們 但最近妙傳收上信徒集資的兩台勞斯萊斯 公視主持人在談話性節目上的這段比喻 也引發討論 是裡面的批評 虛心受教 也讓妙傳話題 失去燃燒 三線新聞 有很多水果這樣 對 對 但蜜糖也是水果嗎 或者是說我是覺得製作品 只有的是那個編曲啊 或是那種就是 精彩頂叮咚咚咚的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其實台灣有很多這樣子 也喜歡兒童音樂的人 然後現在也有這麼多樂團的主唱 所以這張合集的目的是要打進那些頻道對不對 就像是帶動唱 比方說香蕉哥哥在唱的時候就會唱的這些歌 倒是沒有什麼想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很合意 希望可以多一點台灣的父母知道 台灣自己也有這樣子的音樂 所以當時香蕉老師講的這件事情啊 風和麗就 那就做吧 超感激的 完成我的夢想 我已經想了很久了其實 其實這案子主要是凱特 這個 跟笑笑一起討論 他現在開始會陷害別人 他除了裝不開心之外 裝不愉悅之外 他還會陷害別人 好來 既然已經被Cue到了凱特 來 go 說什麼 說一個當媽的心情 不是 我還沒 所以執行的過程都這麼順利嗎 大家都天經地義都覺得 反正自己當了媽 然後要生產一首 搖籃曲這件事情 這麼天經地義 嗯 其實執行跟這些音樂人 邀哥 跟他們催東西 其實都是刷刷 我就是負責催刷 就好 可是他們其實都還蠻快 而且都還蠻記得 有這件事 盯一下 然後他們就教 然後我大概就會跟他們講說 或許編曲上可以有什麼樣的 對 所以會有很多這種來來回回要溝通的過程 對 所以是因為製作統籌要 這裡不行喔 這樣小孩會嚇到喔 會 真的假的 我 真的假的 有講到 但是我沒有這麼 因為你知道我講話很婉轉 對 所以我就說可能就是 大家聽到這一首就會 快要睡著了 然後就突然又醒來了 就你好不容易要把小孩哄睡了 結果他在最後三秒鐘醒來 對 那我就會給別的建議這樣子 或是說我會 例如說我跟誰邀哥 像石茵茵 那我知道他本來就是比較走Jazz 對 所以我就會去配一套說 專輯裡面有他這樣子的角色 然後可以有另外怎麼樣的編曲的東西 喔 所以有一些群幕 有一些人的加入 會是這樣調配之後的結果對不對 比方說裡面出現了一個 我比較不熟的名字 嗯 我現在連他的名字都要再看一下 免得我講錯了 是阿娃伊嗎 對啊 阿娃伊 因為他之前 是參加原創歌曲比賽的 他有參加過原創歌曲 然後他在這個 Open Taipei的時候 就出現了 對 然後在英文歌 英文歌的時候也有出現 然後後來的一個素人的 這個合集影片叫什麼 美樂蒂也有在出現 喔 對 那因為之前他出現的時候 都是我幫他製作 嗯 配唱 對 對 所以就覺得他的聲音 我覺得這泰雅族的這個 語言 就是 你有離開台灣這麼久嗎 這位太太 要想一下 就是 會比較 就覺得還蠻美的 嗯 聽起來有法文 對 然後小朋友在聽他可能 他可能聽不懂這什麼語言 可是我覺得他的那一首歌曲很 就很像 小時候聽的那種搖籃曲的感覺 啊 對 所以這也都 反正就是這整個過程都是夏帥的意志嘛 其他人就是負責讓那個意志更凝聚 然後不要讓他 你講的我好像是控制狂 對啊 包含一些 他剛剛直接對呀 包含一些歌詞 就是其實夏帥有跟他們討論 就是可能要簡單一點 直白一點 是 希望小孩是真的可以理解的 是真的有人在過程中寫了很難的歌詞嗎 嗯 就比較不是小孩口吻的 比方說 我要想一下欸 我現在頭腦記性這麼糟 就是要往前 我現在有一點想不起來 就是可能說 我現在想不起來 但是我建議是說 可以說 綿羊快睡著 之類的就是那種 他可是可能不是 就是直白一點的字眼 對對對 因為我第一次收到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 我要來檢查多少歌裡頭有疊字 就發現還蠻少的耶 對啊對啊 他不是一定說是要對著小朋友 可是他就是 比較直白啦 然後那個字不會太難 對 因為其實在台灣這個環境裡頭 不管是所謂的獨立或主流 幾乎都沒有認真照顧過 兒童音樂或親子音樂 大部分都是很功能性的東西嘛 就是讓他小孩跳舞的 對對對 所以這應該算是 就算不是獨一無二 也是極少數誕生的親子音樂專輯 嗯 是這樣嗎 我沒有真正的去搜尋全台灣的這些 但是 就我所知的 我聽過的 就是我沒有覺得有這樣子 是 要功能性的 應該沒有人 那我們就把這個問題 立刻丟給 本來下一階段才要出現的陳其安 登登 耶 嗨 嗨 好 就樂品人的角度 什麼東西啊 你沉默太久 說說話吧 你一定聽過啦 我都想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聽過蠻多次的 因為我們這一次新書在座談的過程中呢 我們有順便講這個專輯 是 嗯 對 所以我們大概十場下來 我至少聽過十次片片段段的東西 對 那你 小樹哥請問我要 你要我說什麼 沒有 因為親子市場 顯然應該可以扎得還蠻穩固 因為這些人都是真的新手爸爸 嗯 然後他們在他們帶著小孩子的過程中 也同時交出了這些歌曲 嗯 所以我想親子這件事情 應該可以照顧得很好 當然回過頭來 用樂品人的角度怎麼去看待 這個在台灣的流行音樂市場上 很少出現的 哈哈 小樹哥問樂品人怎麼想 那好緊張喔 緊張什麼 什麼場面你沒見過 真的沒見過這種場面 哈哈哈哈 我覺得啦 我覺得 剛剛其實小小 嗯 就講到那個點我還蠻喜歡 就是 其實爸爸媽媽們 就是都還很厲害啊 就是這些成為爸爸媽媽的音樂人 然後可能就是 當爸媽會變得不厲害嗎 就是琐事可能 琐事變多之類的 我在猜啦 我沒有生過 但是 但是就是 據我所 據我所知 然後 嗯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發揮題材 因為就是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嗯 所以是非常非常真誠的 然後我的媽媽現在有聲音嗎 有 有 其實 我覺得那是很真誠的一個題材啦 所以 他們做起來就是非常make sense 然後我也覺得 嗯 然後我也覺得 要他們在這些 呃 我們認知的民謠類型 是 那 我覺得民謠還是傳達一個 自己 身 身邊最 最重要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不一定是真的是 或者是搖籃曲 你才要去聽這個專輯 所以你看隨便Cue都可以講出那麼一大段 所以 我講太多嗎 對不起 沒有 沒有太多 我只是說一大段 所以其實可以隨時Cue嘛對不對 是啊 其實我想做一件事情欸 就這些歌 是不是應該要發給很多真的剛開始當爸媽的 未必是音樂人 就剛開始當爸媽的 然後這些歌真的能不能哄他們 比如說 我其實也很想知道欸 我想知道實際療效是如何 我其實也想知道對於大人 所以 當初我在 結果大人先睡著 對 其實我當初在排歌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排在後面對他們有點不好意思 可能聽到第六首就睡了 沒有你可以跳著聽 比方說今天哄小孩從第一首開始放音 你要變成random 對 明天就從地方 對 所以 還沒有做過這個測試對不對 就是 就是發給一些新手爸媽 然後看他們小孩可以在第幾首 小的時候就睡著了 嗯 可以 其實我有 我今天跟查爾斯拿幾張 我其實明天要去幼稚園我想 拿去給老師 一放然後全班都睡著了 因為當初我 我會想要做也是因為帶小朋友去 上幼稚園的時候 他們每天早上都會播歌 啊 對不對幼稚園 那個音樂 要播就播好一點的 是這個意思 那個音樂有時候會讓我覺得 我不想搭進這個校 對不起 就是想要轉學 幫小孩轉學 教育不能等 教育一直都不能等啊 教育不能等 我明天的確是有點想說 就是 就是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個 下下扎根蠻好的 是不是應該要推廣到 就是全台灣的各 各 幼稚園 就中班 中班 大班應該都可以 就是午睡時間嘛 對 有的小朋友午睡都一直 不想睡耶 對 嗯 試試看吧 對 顯然我們一開始 通路就走錯了方向 我們給你一點 時間反省 我們廣告就馬上回來 歡迎繼續回到 Street Voice 未來經營室的現場 我們剛剛介紹的就是 風惡惡惡惡 最近剛剛發行的這張 枕頭之歌 然後目的就是要打進 全台灣各地的幼稚園 所以幼稚園老師們 或者幼稚園主管的院長啊 或者什麼行政人員啊 如果聽到有興趣的話 你覺得這個 好符合你們的教育宗旨的話 歡迎電洽風惡惡惡惡 或者在臉書粉絲頁上 搜尋風惡惡惡惡 你就會看到 或者待會我們會把老茶的電話 公布在 好 風惡惡惡惡最近案子很多 其實包括在節目播出的時候 他們剛剛結束了一個 連連看這個音樂節 但因為播出的時候已經結束了 你覺得老茶有什麼心得要補充嗎 你現在可以捏造一些心得出來 一定就是一個風惡惡惡惡好天氣 每天活動很順利 大家都好開心啊 耶 他們這個明年要爆金鐘獎 真的 就風惡惡惡要爆金鐘獎啊 就是連連看這個 真的真的 他什麼獎都可以爆 對 好 但風惡惡惡惡最近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出了一個 這也算是 台灣的各獨立場牌之間 極少人在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陸陸續都想要做了 但都還沒有開始做 就是廠牌的全紀錄啊 就算是廠牌故事了對不對 對對對 那廠牌故事這本書的撰寫者 來 借安 這件事情怎麼開始發生的 這也是老查自己的念頭嗎 嗯 其實 對 其實應該是我們 有在想要做一些公司的紀錄 有想過紀錄片啊 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但後來覺得好像 最後覺得書是一個比較 能夠真的留下來 可以深入一點講故事的方式 還是說紀錄片都留不下來了 對 是沒有那個巨大的預算 去拍出留得下來的紀錄片 噢 好的 以前發生的事都已經不見了 不會 你應該留下很多影像紀錄吧 可是工作部分沒有 可能就是藝人的演出還蠻多 是是是 我們實際上工作的過程 才是這個要 這個故事要記錄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就是老查跟紀錄安怎麼開始聊這整件事情 因為這個書的計劃其實還 還不算小 老實說 嗯 一開始是有書的念頭 然後剛好去年 紀錄安在《幼士文藝》發表了一個文章 是講我們在六章裡 新開的唱片行的故事 噢 然後他撰寫的方式啊 還有 深深觸動了你的心靈 其實是凱特 今天 他們兩個最近有點張力對不對 就是老查跟凱特今天在這個節目上有點張力 我基本上覺得 查爾斯在哪裡 哪裡就有張力啦 噢也是 他自己會 就算都沒有張力 他也會製造一些張力 對對對 他會製造很多表面張力 不是是六張力 六張力 對 如果這個笑話你真心覺得非常難笑 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打電話進來客訴我們 拜託 哈哈哈哈 好 繼續來接 嗯 對然後就寫這篇文章 嗯 然後其實我去年在這個 一整年的專欄裡面 嗯 我覺得獲得最多 會想的是這一篇 啊真的 對 因為別篇可能寫的不太好 好爛 然後 其實最熱烈會上的兩篇是 這一篇 然後還有我寫 齊哥的 嗯 齊哥的故事 嗯 所以我就在想說 呃 是不是有一些 莫名的緣分 就是 鋪梗也鋪得挺好的 就是這樣 對然後 對 那他們真的就是有想要做一本書 嗯 那書的形式他們一開始比較沒有太多的涉嫌 嗯 所以就找我嘛 嗯 因為其實他們找我我覺得也是一種被我騙了啦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我很會做書吧 但其實我也還好就是 就是我可能比他們其他認識的人會做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對書的形式其實有 有過預想嗎 其實完全沒有 嗯 從內容到包裝到可能的尺寸 一開始是完全沒有想像的 嗯 所以後來怎麼會長成這樣 這個怎麼 在什麼樣的過程中 經過什麼程序捏出來的 我覺得就是 嗯 他們也蠻信任我的 嗯 因為在整個 嗯 計畫要執行的過程中 雖然碰到一點 嗯 瑣碎的雜事喔 但是最後 我們還是決定就是把幾個欄位 確定下來 嗯 比方說 這本書有 主要的幾個部分嘛 一個是 講說 查爾斯那個時候在 地下室開唱片行開始 對 那到現在一直都還在開唱片行 那是萬物起源啊 這一切 對對對 然後第二部分當然就是要講音樂人的故事 是 那音樂人的故事 我不想要把 包括寫查爾斯也是啊 我覺得我都不想要把這件事寫得很 很漂亮亮的 嗯 嗯 不是他們不漂亮 而是我覺得有其他的 真實的事情 也許是比較 值得 值得多寫 因為寫場白故事 都 既然他到這個時間點 值得寫通常就會有一個成功的脈絡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流傳在島上成功的脈絡 通常只有那幾種 對 那個故事的套路只有那幾種 是是是 然後當初魔球這個idea有出現在你腦子裡頭 對沒有錯 因為 魔球這個事情是 呃 它 它是一本 財經的書 可是它用非常文學的方式去寫 嗯 然後其實這個作者呢 他本身也不是一個棒球界的人 嗯 所以他看的比較清楚是說一個 就是運動家隊怎麼用他們自己的預算跟方式 嗯 去去對抗可能比他們資源多十倍一百倍的 大集團 對對對 那我我那個時候有點覺得 風和日在台灣這個環境 也有一點像是這個樣子 哦 就是說 呃他們 是小金魚來著 對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方式在 欸不對是小蝦米啦我在講什麼 小金魚 小金魚也很可愛啦 但沒有人反駁我 你看根本沒有人在仔細聽我講話 哈哈 我們覺得你講的都合理 我們不敢 我們不敢 你小在那邊 哈哈 對所以我覺得那個case的感覺有點像 嗯 嗯 我就 反覆想了這個是 但最後它還是變成一個比較 比較文學的 傾向的書 然後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訪談 我還是如實的呈現 嗯 沒有剪輯的原因 不是 我不想剪 而是我覺得 能 就像中間那個部分 對 我們幾個訪談 其實有找 像葉雲萍先生 然後有找 萧欣亞大哥 嗯 然後找很多人 我覺得他們講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串在一起的 嗯 就是他們在講的時代背景 跟他們在講的一個美學的概念 嗯 我覺得都沒有套好 可是大家的訪談內容 都指向同一個事情 然後我覺得那個事情不應該 那個事情叫做事 我覺得那個事情就是剛剛小樹哥講 就是 嗯 他們看見《風和日理》的成功 嗯 但那個成功不是大家認為的成功 不是這個島上那種成功 或者不是教育體系告訴我們說 你就是要考一個好學校 找一個好的公司 然後就是 之類的 我覺得他們看見了 只有那個年代到現在可以發生的事情 嗯 然後也把這些事情 講得非常迷人 所以 這一段完全就是想要保留下來 是 對那 我也覺得很特別的是 嗯 不管是韋哲老師 欣運老師 嗯 然後 我在訪問大家的時候其實 大家都蠻用單純的看法在跟我聊這個事 嗯 我的意思是說 嗯 我也平常跟他們有一些接觸 但是特別在講《風和日理》的case的時候 大家好像都 可以回到某一個狀態裡面 很單純去講音樂 那我覺得這個 不管是 讀者有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接受到 就是15年才一本嘛 所以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把它 保留下來 還是這個其實像《枕頭之歌》一樣 就會有系列 沒有沒有沒有 也會有個box 再15年 然後 書更難做了 是 而且這個書的格式很有趣 我是說更難做的意思不是說小小的那邊比較好做 我是說 書在這個 書在這個 反正現在這個時代也沒有什麼事情是好做的 書是比較 對 石都不好拉了還有什麼事情是簡單的 是是是是 但中間的格式 為什麼會另外 用了別的指 還有縮小的版型 然後放大了字 好 這感覺很調皮啊 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這都全部都是我決定的 是是是是 然後就是跟美術設計 想了之後 我們決定要把所謂重量訪談這件事的重量感提出來 那提出來的方式就不會跟原本書的內容的書情的走法是圖文並茂這樣呈現 所以我們的參考的方式是我們要做的像報紙一樣 對它的確有那種舊時代的報紙拍拍 我們就找了很多日本的報紙的刊透 然後我們甚至在這裡面做了很多假廣告 對 就是弄得煞有其事 對其實那些廣告都是假 但是那些事情都是發生過的 然後我覺得某一種古味吧 然後字比較大 字超之大 就把這個大家真的 所以這個是預示的就是讀者 如果是年輕讀者 他通常看到重量級訪談就會閃光 他覺得旁邊比較有趣 對對對 然後願意認真好好讀重量級訪談的人 因為年紀都大了 所以的確需要比較大一點字體 像我現在講 而且我也覺得這個方式在現在做書裡面比較少見 是 就體諒年紀大的讀者 並不是這個方向 所以講的話坑牆有力 我們以前都會覺得是在報紙讀到像社倫或什麼 就是希望有這種感覺 對對對 好 所以瘋狂熱力15年了耶 那我們這個時候可以cue一下凱特 來講一下他對於瘋狂熱力15年的感想 你以為我會饒過你嗎 你也就經歷過這麼風風雨雨的這麼多年 帶過這麼多藝人辦過這麼多活動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蔣依成這本書你最感 最有感想或最感慨的是什麼 應該是說 我這本書出了之後很多人就是看到我都會說 所以你真的跟黃界吵架 整篇裡面 就大家只在乎這些啊 對對對 每一個人都問 我說那你跟他和好了嗎 就大家都在問 不管什麼事情大家都可以找到八卦的角度切入耶 那到底是和好了沒有 很好啦 很好了很好了 我覺得我滿開心是這個狀況 因為其實就不是要寫漂亮的事情 就是要如實嘛 而且表示大家真的有在看 沒有我覺得大家只是就是黃界的歌迷比較多 他們就直接看黃界的部分 而且我們昨天就是連連看志工訓練啊 然後就來很多 等一下志工訓練就是手冊嗎 不是不是不是 志工訓練來 這邊是不是志工手冊 就你要先讀完才能夠印證上志工 沒有沒有然後就 因為可能有一些已經看過書了 是 因為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要跟大家介紹我是誰 所以我就很尷尬說 欸大家好 怎麼會有人來應徵風而立志工 不知道你是誰 怎麼可能 很多啊 我又不是有名 我不是目前人士欸 你是凱特欸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這樣 然後反正就有一些歌迷就是 等一下 好 有一些歌迷怎麼樣 他們就是講說 因為他們可能就知道我看書 知道我跟黃界的吵架 但是他們可能不知道凱特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說 大家好我是凱特 然後就看有些人的眼神 就有一種 就是他的那種眼神 竟然敢跟黃界吵架 對 怎麼可以跟我的國王吵架呢 就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志工應該立刻就被辭退了吧 我馬上想找那裡來看 我還沒看我 我說坦白話 對 坦白話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這一本書在我 有些是訪談嘛 那訪談那個東西有它的操作方式 就是它的編輯方式 對 我自己寫 這個比較像 測寫跟樹苗的部分 對 最卡關的就是 呃 黃界這一關 嗯 就是我一直想要在書裡面 找到一個角力一點 嗯 就是風和日麗跟他們的 呃合作的人 藝人之間的關係 對 那個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也 那篇不全然是吵架 其實到那篇的最後 其實是在講說 呃 大家都對黃界的創作 是 還是很喜歡跟包容 嗯 那 我一直寫完這一篇 我才有辦法把其他篇都寫完 啊 所以沒有錯他在 如果在戲劇手法 這本 這本書 它是一個衝突點沒有錯 你們剪了一個好好的預告 我覺得今天聽到這一段訪問的人就 拿到那本書立刻翻到在哪一頁啊 對 沒有啦他們 對 希望大家能去做這件事就表示 就是有看書啦 對 那不管是什麼 你想看的原因是什麼都好啦 對 好來老茶 老茶剛剛預言也有指夠 也就是 我覺得像前面講 這個 這個書從 開始設計 呃 發想的過程裡 也有人建議說 它是一個工具書 是 如何成功的經營一個音樂廠牌 或是唱片公司 有人這樣期待這本書嗎 有呢 創業啦 創業 創業 畢竟音樂沒有這種範例嘛 是 對中文書好像沒有這個事情 國外很多講唱片 那 第一 不算是成功案例嗎 第二 算啦 對 就剛剛講那個標準的成功 價值觀的成功 然後 嗯 嗯 有很多其實 我們真的工作的 記憶點 其實是在那些衝突上 是 而不是最後賣了幾張票 嗯 所以 建安其實花了滿多精神去理解那個東西 中間的衝突的過程 嗯 其實包括他去挖了黃界自己 嗯 心理的那個歷程 黃界也都不會演得 滿直白的跟建安坦承 嗯 整個過程裡發生的事情 是 那我就覺得這個事情 呃 現在也許不覺得 可是再過十年 我們再看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真的會覺得 對那時候是這樣過來的 嗯 所以很多故事 其實是 對我們來講 失敗比成功還 有價值 是因為我們下次會記得要避開這件事 可是有時候成功反而就 忘記了 沒有 而且有時候成功是 就是這樣突然發生 對 會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對 好 那剛剛何欣瑞全程一直都在非常仔細的看這本書 我現在要跟Shasha道歉 就是 其實 呃 有些部分我 其實我跟Shasha聊關於這個書的製作過程 我有找他 嗯 一起聊天 但是有 愛與篇復 我真的沒有 辦法把所有的 呃 人講的話都變成一篇 或者是 所以像 像Shasha 所以馬上就會有volunteer啊 哈哈哈哈 對 我覺得最後那個剪輯過程很 很難很辛苦 一直都是這樣 對對對 所以不好意思 沒有他 其實 他等一下就會直接跟 熬老茶 老茶我要自己單獨一本 我願意幫Shasha寫傳記 幹嘛這樣 其實好像也差不多到了這個地位 對不對 我用的是地位 哈哈哈哈 對你看他對於流行音樂的 嗯 什麼啦 不用 差不多要整理一本這種事情 對不對 我們快樂的向前走 對不對 我願意做這件事 好啊 再說 哈哈哈哈 謝謝你說了再說 哈哈 但老茶自己看 十五年有什麼事情是 覺得 啊 當年 還好有做這個 這十五年中間的 我認真說 幾乎每一件事欸 都是 啊 還好當時有做這個 應該說 我們講一下那個書的封面跟封底 是 其實在外面有做一個打凹的圖 嗯 那封面的部分其實是一個 兩個人在做實驗 嗯 那封底是兩個人在聽音樂喝咖啡 嗯 他其實真的像是我們這十五年生活的 一體的兩面 是 就是真的那個每一個案件 每一次都像在做一個實驗 嗯 但外面的人看起來就是哇 你們就是小清新每天都在喝咖啡 你的確每天都有喝咖啡 哈哈哈哈 這年頭誰不是 但我豆子是自己買 我也是自己沖的啊 這就是重點 沒有他就是 我雖然做小清新 但每一部分 對 每個步驟我都不是弄現成的 沒有錯 我都是自己來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在又是唯一那篇文章裡面 其實我寫到一個景色 一個景象是 他們那時候開和平東路的店 嗯 他在那邊種草 然後我對那個印象非常深 可是我心想你種什麼草 你叫人家來種就好 你自己種也不會比較好 然後 他就是這種人 明明就有比較好 哈哈哈哈 所以 對 就像小樹 小樹哥剛剛講 他就是不來現成 不給別人賺的意思 對 然後關於書我可以再講一件事 是 就是 就是我們找了很多人來聊 那種發散式的瞎說 然後動一句西句 你居然可以整理的起來 我第一次看到文章的時候 有這種 好 果然是寫文章的人 沒有啦 就之前做音樂大致多少有幫助 這樣子 然後也謝謝大家 就是 陳鵬大家都沒有太多的 就是 管我要怎麼樣 我就是 整理成這個樣子 我也沒有給小樹哥看 我就直接去印出來 OK啊 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總之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鳳而栗最近很多事情 雖然那個鳳而栗連連看已經結束了 但是 呃 老茶會在 然後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帶著這個書去比對 他們是否就書裡後描述了 或者是甚至要是很輕盈 那個書封上的牆可以一直比對 沒有關係 他應該不會改變 哈哈哈哈 有啦 我有換CD 哈哈哈哈 介意了 你看 好啦 那我們最後Ending交給老茶好了 現在已經有15年了 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的願景是什麼 好噁心 怎麼會有願景 系列音樂啊 對就是 就是Pillar Song會出 Volent 2 3 4 5 走下去 之外呢 但是說真的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 我覺得第一張真的是 還蠻適合大人 也可以聽 因為很多大人也失眠 然後第二個就是 呃 如果第一張真的沒有賣很好 真的系列很難 因為你知道要去哪裡挖錢 叫老茶自己一直套藥包嗎 小小的用意就是 第一張一定要賣超好 不然這個系列 我們想要看到那個黃金box 就不會出現了 因為我們在邀哥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不希望說拗 拗大家寫歌 對啊 好來願景最後 老茶壓軸 就是 系列啊 親子合集系列 然後小小的書啊 對小小的書 然後我說真的 我還有一個小的願望 是這幾年其實有在做 就是 嗯 時代改變了 嗯 那我覺得做音樂的人的想法 跟以前也不一樣 嗯 我很開心是像 拉下翔仔啊 小珍 跟其 哥 都還 到音樂的路上 繼續發表他們 他們的創作 那因為剛剛聊到我們 其實就是步入中年 有時候去聽那種 20歲的創作 你會 知道好不好聽 可是那個感動會少很多 那有麻 Stalin 便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不要 只聽老歌 可以聽 跟我們一樣成熟的人 的新的創作 我覺得這是我 滿想 inspiration的方向 就是走下坡而已 所以走下坡应该要交新专辑好就这样 好 好 谢谢季安 谢谢小小 谢谢老师